新加坡自從兩個禮拜前解封之後 其實他也開始贏到一天可能要到上千人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未來一定要走向的方式 所以我才會這麼關係的這個戰略 請你告訴我你在2021還是2022年 幾月的時候你要達到兩劑的覆蓋率 為什麼會這麼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對於我們的產業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方式 因為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今天我的現金流我撐到多久之後 我的國家可以達到一個後疫情 我們與病毒共存的方式 我們才可以迎來解封 所以請問你們有這個答案嗎 委員 這樣 我們學法力的人 一個叫期限 一個叫條件 所以我們講的條件 就是疫苗如果進來多少 我們就能夠怎樣 這叫條件 所以你們現在告訴我們 國家級的防疫戰略 連這個數字都沒有 連這個明確的兩劑覆蓋率 什麼時候要解封 你們心裡都沒有想過這個答案嗎 委員你一直是以日期 幾月幾號這樣的叫 我沒有說要幾月幾號 至少Q級可以告訴我們 你就是一直要一個時間嘛 當然要時間啊 因為這對我們產業非常重要啊 我告訴委員的就是 這是條件 條件越早成就 日期就會越早到達 所以你告訴我 你要在幾年幾月的時候 達到這個百分比 就有多少 到這個問題 我們指揮中心在 國家級的防疫政略都沒有想過嗎 我先告訴你們喔 其實其他的國家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新加坡丹麥 日本 韓國 還有馬來西亞 他們的政府都可以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他們在比如說2021年9月 他要達到七成 他就要進入與病毒共存的時代 為什麼我們的國家的衛福部長 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嗎 您剛剛講國際供貨問題 他們也有國際供貨不穩的問題啊 當然他們有這些相關問題 那願意 把這期程講清楚 是他們給予一個 所以我們的國家的 期程 但是問題是這些國家 如果委員去看 是這樣子做 會對方疫情有幫助 這些國家疫情 都比台灣嚴重非常的多 你不要講說他們的國家疫情 比我們嚴重 是因為他們有疫苗的覆蓋 有了相關的保護力之後 所以剛剛如同博委委員 在前面質詢的一樣 他們的重症跟死亡率 他們已經希望 醜向像什麼 新流感這樣的方式 新常態的方式 所以您不要去講說 其他國家疫情比較嚴重 但是丹麥 日本 南韓 蘭來西亞都包 其實他也開始贏到 一天可能要到上千人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未來一定要走向的方式 所以我才會這麼關係 我絕對不會讓台灣的疫情 控制成這樣子 每天一千人 新加坡是五百多萬人 台灣等於是一天是五千人 坦白講 這醫療體系也承擔不起 所以在這裡面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要與病毒共存 不是無限制讓病毒去擴大 所以與病毒共存 也不應該是 讓我們邊境管控這麼嚴格 或者是說產業 它可能面臨突然有一個破口 打扶概率不高的時候 前兩季的經濟成長率都不算差 我們不要講這個經濟成長率不算差 我現在講的是有一些產業 它面臨到非常極端的現象 如果你要講整個大環境 我們台灣當然有一些產業 不會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 內需現在當然是困難 但是我們也逐步在解封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我們解封的時間 到底在幾年幾月的時候 我們可以達到兩季覆蓋率 那我們會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放鬆 您的意思是年底到60% 沒有 還是您的意思是 下個月就會做到 委員你講很多國家定的目標 可是他們又一再的封城了 一再的又加鹽了 也都常常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疫苗覆蓋率提升 絕對是一個正確的命題 所以你不會去質疑說 這些國家為什麼他們要去設定 這個疫苗覆蓋率的時程 這是一個對民眾負責任的方式 所以我只是想請教 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像你們今天在報告的第七頁講到說 十月底達到七成的一劑 跟十月初達到這個 我們講說 十月底達到二劑的三成 這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 你們大概預計什麼時候 達到兩劑覆蓋率 如果你沒有辦法告訴我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全球其他國家的衛生部長 他們可以告訴他們的人民 他們比如說韓國好了 他就說中秋節前 他要達到七成兩劑的覆蓋率 而他們也真的在中秋節達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民眾很負責任的現象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不敢去承諾這件事 委員 對民眾最好的負責任 是把疫情控制到最好 我相信 把疫苗的負負責率提升 你舉韓國的例子 也是控制疫情最重要的手段 這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吧 比日本好很多喔 人家日本是疫苗已經要打到百分之百 而且他們是預計11月就要打的 打幾劑是一件事 疫情控制是一件事 相信委員如果公道的講 台灣的疫情控制 遠比其他國家好很多 我們的疫情控制是建立在我們 經濟跟產業還有人民的配合跟努力之下 但是我們的經濟產業 以前沒有辦法再忍受到 你接下來持續的在做疫苗覆蓋 不法提升的時候 你沒辦法做解封 所以我在問的是何時 你們預計可以達到 我不懂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也沒有辦法回答 委員你是想用一個問題這樣 但是有不同的解釋跟詮釋 所以不同的組合的變數 應該都是你們要考慮的 好沒關係我們先問另外一個問題好不好 委員如果以你說的經濟來說 台灣的經濟也遠比這些國家好喔 也是11年來經濟成長最好的喔 我剛剛在講的可能院長 還是一直主動在你這個部分 沒關係我在講的是 有一些產業他們真的很慘 這個我們真的都走到地方都會看得到 所以我們才要推五倍券等等 五倍券今天早上又當機